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不会赖在那里了吧 结婚之后过了三天她确实没有回来 我想这小姑子还是挺懂礼貌的 但是没有想到她在第四天的时候竟然回来了 还戴了几件衣服 她一进屋招呼也不大直接坐在沙发上开始控诉 她老公又欺负她了 婆婆和老公都已经习惯了 只是坐在一旁装作没有听见一样 我本来也不想理会的 但是毕竟我刚嫁过来 还是安慰她一下也好 我好心安慰她 她却说我是出来乍大的小媳妇 啥也不懂 我健壮也不好说啥 就去收拾屋子去了 吃了中午饭 我和婆婆把饭端在桌子上 小姑子却坐在沙发上 一动不动地玩手机 完全不想过来帮忙 她看见饭好了 没等大家到喜自己开始吃了 我当时心里虽然很生气 但我忍住了 毕竟婆婆也没有说啥 到了晚上又睡觉了 因为我和老公 现在的卧室是小姑子之前的卧室 而老公之前的卧室改成客厅 小姑子说只有住自己屋子才能睡觉 我当时火就大了 那我们睡哪儿 更何况现在这是我们的卧室了 小姑子却直接说 要不是因为你 我现在还能睡这屋子呢 你去睡客厅 她还怼了回来 但是我也不让步 她也态度坚决 老公站在中间也很尴尬 我看老公一直在叹气 无奈只好妥协了 我和老公把那个沙发抬开 弄成了床睡了一晚 我想第二天 她就可以回家了吧 但是她并没有 想回家的样子 该吃吃该喝喝 即使我摔门来表示自己生气 但是她也并不会在意 婆婆和老公看我一脸气愤 但是他们也不好说啥 也不能撵她出去 中午我想把这几天衣服洗一下 我拿到卫生间 这时她竟然把她的衣服也丢了过来 说了一句帮我也洗一下 还没等我拒绝已经拿出耳机走开了 我行李虽然不乐意 但是也不想争吵 怕老公一会儿又为难 我就把她的衣服一起给洗了 晚上她去收衣服 我以为她是要准备回家了 我还暗自高兴 没有想到她又吵吵了起来 我兜里钱没有了 那是一个存了一万块钱的银行卡 我老公前几天刚给的我 我和老公还有婆婆都赶了过去 只见她用手指向我 是不是你拿了我的银行卡 我没拿呀 我都没有见你的卡 我一脸无辜 你别装无辜了 你今天帮我洗的衣服 不是你拿的还是谁拿的 她又理直气壮地说 我洗衣服的时候 根本没有看见 我生气而言 婆婆看了看我俩 却也来挺有加醋 而媳妇 我知道你受了妹妹的气 但也不至于把她的钱藏起来呀 还给她去吧 她也不容易 天天在婆家受窝囊气 老公看这样子没帮我说话 反而质问我 是不是你 你这两天也没有少给妹妹摔脸色 你要是拿了她的钱就给她吧 那种样子就差点动手了 我一听更加委屈了 都急哭了 谁也不信我 老公你也不能不信我啊 我就是没拿 我就是在我妈这住两天 你看看你这一天天 只会给我摔脸色 还摔门的 这也是我家呀 你凭啥黏我 你拿了那钱不承认也没事 我就当给你这几天寄宿费了 她还一阵厌慈地说 我看样子怎么解释也解释不清楚 就在大家默不作声的时候 有人敲门 原来是小姑子老公来了 小姑子见到老公 不但但没有高兴 反而更加惶恐了 她老公进屋说 回家吧 你哥都结婚了 别在这儿老赖着不走 但是她站在园地不动 我老公以为她妹妹 是怕姐夫知道姐姐丢钱了 看见两个人回家又吵架 老公就对姐夫说 姐夫 你给妹的一万块钱丢了 你别管她 我们一直都在帮她找 小姑子一听 要向前置则我老公说话 但是姐夫却问了起来 啥一万块钱 我没给过呀 这间小姑子脸色变了 地下头啥也不说 拎着包就急匆匆走了 姐夫也跟了出去 事情真相大白 老公羞愧地走到我们跟前 拉着我的手说 媳妇 我误会你了 我把这两间的弄火 都发泄了出来 大声说 谁要是再敢让她进这个门 我就会娘家再也不回来 这个家有她没有我 我好心伺候 好心帮她洗衣服 还诬陷我偷她钱 我就算再穷也不会去偷钱 我结婚了 这个家就是我家了 她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你们谁再让她回来 就别怪我 翻脸不认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我们下人也可以